HELLO 我是果儿 经常有人会私信我说 为什么明星的皮肤都那么好 到底是因为他们的粉底好屁俗好还是底子好 其实我们看很多野生的图里 能发现明星大部分他的皮肤底子还是非常好的 那底子好是一部分 粉底液的功效当然也不能抹出 所以时不时大家都会去扒一扒明星的化妆台 那么我们跟着明星种草 大牌粉底液到底好不好用呢 我会分几天上去给大家全天实测一下 看看这些大基板的粉底液到底值不值得入手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复制状态 黄一白是个火油皮很熟悉的小娃贝应该早就知道了 那我这次花重金买的大牌粉底液有哪些呢 首先老贵主我们来看一下包装 先是DWDW这个包装应该不用我跟你们吐槽吧 网上米苏DW的拼嘴 10个里面有11个都是吐槽他的 他们有泵头我希望你自己买 买个好奇白的粉底还要我自己花几十块钱去买泵头 他是这样直接倒出来的我觉得非常的不方便 第一他真的很难控制量 第二我觉得非常不卫生 倒出来的时候紧张手伸进去险脏 真的这个设计太反应了 芭比布朗和兰扣都是按压头的 很微生也很方便 CPP是管状的按压设计 这个设计我感觉也可以接受了 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质感 依旧是DW 号称油皮青吗 上手之后粉感很重啊 但是如果我觉得你是油皮的话 可能上脸之后他给你的油中和一下会好很多 第二个是芭比布朗的虫草粉底液 这款粉底液的名声同样很大 里面还有虫草精华在化妆同时还可以养肤 据说还有一定的防晒效果 我买的是零号紫白色 它非常好推开 那为什么这个色号又黑又黄呢 紫白色比我的脸还要黑一个色号 第三个兰扣的持妆粉底液 也是最近油皮红油皮的新贵 如大持妆又自然 王上现在超火 上手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流动性很强 也非常好推开 没有卡粉的现象 粉感也不会很重 最后一个 CPP钻光粉霜 据说上脸时间越久够 我们的皮肤磨合得越好 也就是所谓的月夜越美丽 我用的是010色号 上手给你们看一下 我真的好心疼啊 这么一点就几十块钱了吧 整体非常的滋润 跟我皮肤融合得很好 我觉得如果你是大干皮上过皮 你一定会喜欢的 哈喽我们今天用的是DW 我的脸真的好重 我的脸好酷 好酷 OK上完妆了 现在镜头拉定给你们证据 刚上完妆妆 妆感其实蛮厚重的 有一点点假面 但只有小弟真的不是该的 你们能找到一根红血色算我输 嗨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 来给你们看一下妆感 整体的妆感其实保持得还不错 但是有一点暗沉 因为它的粉底比较厚重 所以我的脸上已经开始爆皮了 就是它现在妆感没有早上看起来那么的干净 morning今天我们用的是body brown 这个粉底液我刚上脸的时候是真的很润 但是遮瑕真的不太好 像我的痘印红血色黑眼圈都还在 说实话这个色号刚上脸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也不知道我该不该期待它的妆效 反正我们一块见吧 嗨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我就出去逛了个街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妆 我这一块都已经没有妆了 然后这里还卡粉卡得要死 我的天 嗨今天是早上的七点钟 我今天用的是兰蔻的持妆粉底液 我用的是P001色号 我要那么早起去赶飞机 我真的心好累啊 好啦我现在已经上妆完成了 我的妈呀 这个粉底液的妆感也太棒了吧 就是那种很高级的雾面妆感 我现在拉近给你们看一下 看我脸上的毛孔瑕疵 几乎都被折掉了 那不是号称放大镜女孩吗 来呀找我的毛孔呀 天呐这个妆感我是真的爱了 太美了吧 嗨现在是两个脸 三十分 在飞机上面我们来看现在的妆感 整体的妆感还是很白 除了我鼻子有一点出油 我今天一天都奔波在路上 飞机上有多干你们知道了吧 所以这个妆感像现在这样保气完后 没有颁布我真的已经非常满意了 嗨我今天要上脸的是CPB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反正我刚才就已经把眼妆跟口红给画好了 我不想每天那么丑的见你们 然后现在开始 OK我现在底妆上好了 看好像很粗 我把镜头拉近一点 粉感略微有一点重 遮瑕效果三分吧 我的一些痘印啊 红血丝遮的还可以 但是我的黑眼圈还是很明显 它给我的妆感就是那种很天然的好肌肤的感觉 所以它的遮瑕能力不是特别棒 但说实话我还是蛮期待它的妆效的 所以我们一会儿见吧 嗨现在是晚上的九点钟 我现在整个脸上面都是那种亮晶晶的 皮肤很通透的感觉 我刚吃完火锅回来 虽然鼻子跟额头开始出油 但是转油为光是那种很好看的妆感 有句老话说的好 有钱能是鬼推磨 妈爷爷我有钱都可以让粉底液发光 那这四款大牌粉底液测试完之后呢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蓝蔻的粉底液 它在持妆的同时又做到非常的自然 也不会假面 不管是妆感还是持妆效果我都 哎呦不错哦 因为我对底妆的要求就是干净干净干净 但是这个呢你们也看到我的实测 从早到晚它的底妆都非常的干净 如果你和我一样比较注重妆感的话 可以选这支 价格在大牌里面也算比较适中 当然你不差钱又非常喜欢奶油肌 无论是妆效持妆还是遮瑕都做得很好 但是真的太贵了 至于巴比不让它可能主打的真的是养肤吧 它真的太挑我们的皮肤状态了 如果你的皮肤非常好 完全不需要依赖粉底液那种肤质 那你完全可以选它养肤嘛 但是如果你去瑕疵皮 千万不要买 DW在控油方面真的很出色 但是在控油的同时 遮瑕的同时 不可避免的妆感非常重 如果你是一个宇宙无敌大油田就像这样 给我立刻马上买它 所以看到这么多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款 在评论里面告诉我呀 记得点赞 顺便关注我啊